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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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底可以揭露还是不可以揭露 本身这两点就是一个矛盾的点 所以我觉得卫福部应该给社会各界一个交代 不然我们无所适从 出席的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乌亚帆也提到 新指引对于地方主管机关成立审议委员会部分 并没有订定具体可执行的方式 让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上无所适从 在执意里面还是没有进一步的 在就这个指引说 审议会议要有如何的来执行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会议的成员的人数 或者是审议的原则等等 这个部分的话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还是在实务上运作上 比较觉得这个是有一些空间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建议可以更有一些明确具体的一个原则或指引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行政机关 在做个案判断 案件审查上面的话 才有一个可以遵循办理的依据 对此立法文王洪威表示 等立法院新会期开议 他将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 针对新指引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 尤其对于地方政府省院委会部分 王洪威要求中央要在10月前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有所依循 新指引才能正式上路 我希望说能够在10月1号之前 他们至少能够把对于地方政府 这个相关他审议委员会 比如说他们在讨论里面 他的人数还有他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指引 能够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法可以遵循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指引才能够真正的上路 市议员缺梅沙也期待 中央新指引修正后 能在保护被害人的前提下 达成适度的将加害者资料揭露的目标 他也会持续督促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确实遵循新指引 有效保护受到性暴力的儿哨们 等中央卫福部明确之后 我也会督促我们社会局 在这个部分要好好的来 follow这个指引 然后确保我们来保护我们的 受伤害的这些性暴力的儿哨们 来保护他们 然后未来也希望社会局 能够在辅导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委会来督促他们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再带来看 根据110年癌症登记 及112年的死因统计 乳癌是五国女性癌症 发生率第一位 及死亡率第二位的癌症 国民健康署提醒 所有符合资格的女性 要定期做乳房X光检查 也鼓励民众要提醒 符合资格的家人或身旁的女性 接受乳房摄影检查 为了因应高龄化社会 及乳癌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国民健康署从明年开始 放宽乳癌筛检年龄 剩下各增加5岁 扩大至40岁以上 未满75岁妇女 鼓励有符合资格者 接受乳房X光摄影检查 以前我们要受到过去 从子宫颈癌的威胁 但是随着我们医疗的进步 跟大家的意识的提伤 还有相关的医疗的进步 跟筛检的工具 能够让我们的子宫颈癌 大概目前已经在 女性威胁的时代排名之外 但是乳癌却成为 我们女性威胁的第一位 那么如何让 女性这个重要的癌症的议题 能够不再成为我们国的公共卫生 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以外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做 那么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 专家们的帮忙 长期以来我想国民教组非常重视 我们民众的健康跟预防 最重要的是能够早期化线 早期治疗 所以我们目前推行了这么多年的 鲁纹税 那么我们虽然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一个人尽力 可是大概还有三成半到四成的 我们的以前伙伴 符合资格的人 他还没有出来筛检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能够让大家符合资格的人 紧述来做这个筛检 那第一从我们的资料显示 筛检出来 的确可以早期 找到更早期的乳癌的病灶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患者 那么他要早期发现以后 他的治疑力跟治疗的方法 更简单更有效 甚至于可以达到 九成以上的一个治疑力 到了晚期 那可能剩下三四成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 跟治疗的级别 癌症的所有的癌症 几乎都跟级别有相关性 所以如何早期的找到 就非常的重要 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日子 就是2020年的7月15号 然后那天 我相信所有做乳房筛检 都会觉得自己没事吧 然后我也是自己资深 就是去那个北荣 然后看报告 然后那一天呢 同时也是我 就是因为我一直流浪教师 然后在那一年 我终于要去 接到了我一个专任的 一个职位 然后那天我也是要 刚好就是7月15号 要去拿我的专任评书 然后我还把它约在同一天 同一天早上 那天我去北荣 然后发现原来自己 就是确诊 那个乳癌之后 然后接着就要去 我的学校 就接我的第一个专任评书 所以在那个早上 我觉得我同时经历了 大胸和大急 对 但是呢 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 你这样很好 因为是先凶 然后后急 所以我觉得我被确诊 然后知道乳癌之后 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的 就是所谓的及早发现 然后及早治疗 所以我本来其实在确诊之前 我都是做流浪教师的生活 反而后来 癌症带给我一个幸运 所以我变成现在是有专任 我有一个安定的 稳定的一个收入 然后 我现在 我觉得我健康状况也 非常的稳定 而且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报名了明年试状运 然后呢 因为我明年就50岁啦 我就可以参加50加 我还报名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公路跑 然后一个是定向越野 所以我觉得 这个几早发现 几早治疗这件事情 真的是救了我的一命 然后也让我的人生 从人生失败组 然后变成人生幸福组 国健署110年癌症登记资料 及卫生福利部 112年死因统计显示 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 发生率第一位 及死亡率第二位 但目前人约有34.5%的 适龄妇女 从未接受过乳房X光摄影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关怀月 国健署加强呼吁符合资格妇女 每两年一次检查 但是啊 早期的乳癌 刚才组长有讲 治愈率非常的高 可以高达九成 甚至到百分之百 所以怎么样预防早期的乳癌 就对我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 但是早期的乳癌 通常我们是摸不到的哦 那怎么去筛检早期的乳癌呢 就是国民健康署 有补助我们45岁以上 至未满70岁的女性哦 或者是40岁以上 未满45岁的女性 可是她有家族时的女性 家族时就包括是母亲 女儿 姐妹 祖母 外祖母 曾经罹患乳癌的妇女哦 两年一次免费的乳癌 筛检X光摄影检查 那这样的话 以及早期的发现 那个早期的乳癌 因为早期的乳癌啊 大部分是以钙化电的方式来呈现 那这样子的状态是 我们摸不到 而且超音波可能不容易看得到的部分 而且啊 好消息是 自明年开始啊 我们扩大我们服务的范围啊 年龄层到40岁以上 然后到75岁以下的妇女 都可以来做这个检查 那一个良好的筛检计划 有我们的放射线医学会啊 可以帮大家把持我们的品质以外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 我们可以呼吁妇女啊 就要增加我们乳癌筛检的涵盖率哦 那民众啊 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哦 去下载全民健保快一通 或者是健康纯折APP 然后这边有QR Code 是下载的链接哦 然后来下载APP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查询 自己是不是符合两年一次的 免费乳癌筛检X光摄影检查的资格 那如果比较年纪大的民众啊 也可以直接啊 拿着我们的健保卡哦 到当地的卫生局或卫生所 还有国民健康署认可的乳房摄影医疗机构 去查询 然后并且完成预约以及检查 一样的状况有就是 你会收到一个信通知说 他的分类会写零 但并不是零期 很多病人会认为说我是零期 然后三 他就认为他是三期 都不是 那是在我们的一个术语 是说分类 如果你收到的遗阳个案里面是说 你是零的话 表示你要再做一次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可以是超音波 可以是放大的摄影 那再来就是三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你有一些小小的异状 但是他还不像癌症 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半年的时间内回来追踪 那四的话呢 是大家比较紧张的 他因为他上面会写说异常 需要做穿刺 那四的话就表示说 我们觉得你这个乳房摄影里面的一些病灶 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不好的 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他是好的坏的 所以我们要经过一次的切片方式 那这个切片呢 就会由专业的医师跟你解释 大部分呢 应该是用乳房摄影的方式 是帮你取出这个可疑的小小的病灶 那也有少数是要由乳房外科医师 用切片的方式 所以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呢 到医院最主要我常常碰到的病人 就是忘了带东西来 信没有带来 那骗子也没有带来 就两手空空的跑来 说我做了乳筛 是有问题的 那我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这样子会造成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些困扰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你是属于什么 所以那封信呢 就记得一起带来 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通知单 我们现在看 大概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密密麻麻 大家也不要回去记 我是只要想说有这一张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以前只有解剖的分歧 大小啦 零巴线有没有转移啦 或什么器官 现在呢 加上分子生物学 还有基因医学的进步 我们还在第一期里面有乳癌的分型 那每一个分型不同 它的治疗就有所不同 那我们有看到有一个管箱型A是最好的 再来B1 B2还有核2甚至有三阴性 那各种方法都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所谓的多专科团队 然后来讨论以后 每一个人就有一个标准的治疗 所以这样 好 那么下一张呢 请下一张 那这个就是在讲早期的 和我们阳性的时候怎么样做 你看这个A型就只有和我们治疗就好 那B型的时候就看 它Ki6C多高 越高的话可能就要加上化疗 那核2的 那除了要化疗荷尔蒙治疗以外 更要是有核2阳性 所以有时候就要标靶治疗 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治疗 治疗呢 乳癌是多元的 在手术方面 现在很精进 有这个部分的切除 那如果很大的话 也可以有整形的 有重建的 在再来像现在有内饰镜的 甚至于现在还有一些病人 也可以用打温析的方法 再来呢 讲到放射线治疗 现在定位很好 有直线加速器 那而且有方法来预防 照射到后面的胸部 或后面的心脏 所以这方面也很进步 再来讲到药物 除了传统的这些化疗以外 我们现在有标靶 有荷尔蒙治疗 甚至也有免疫治疗 所以这方面呢 就根据不同的形式 就有不同的治疗 所以相当的好的建议 目前已知的乳癌危险因子 包括初今早、挺今晚 未曾生育或30岁后才生第一胎 以及未曾哺乳 有乳癌家族食者 有乳癌变异型致病基因 得过乳癌、卵巢癌或子宫内膜癌等 女性们除了多加注意自己 是否有乳癌风险外 更应该从年轻时 就远离、咽酒等致癌因子 保持饮食均衡 并且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降低乳癌风险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2024朝台北盛大展开 其中产业论坛的部分 在台北平盖工厂登场 现场邀请了来自印尼、美国等多国的 民生消费领域的科技独角兽来台 透过论坛的模式 分享他们读到的市场见解及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 在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哲宏 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吴欣沛 文化局副局长陈玉昕 与日韩等产业组织代表共同启动下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正式开幕 这项活动汇集了20家以上的各国独角兽、创投 还有日韩产业组织代表出席响应 这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出新创三次建的目标 希望打造台北市成为创业家友善城市 让各国新创都能在台北市找到机会 市长上任以来对这个新创产业非常重视 所以他提出了新创三建的一个策略出来 第一他譬如说从资金、人才、市场这三方面 蛮多的一个策略 譬如说我们扩大奖励的补助 让这企业能够进到这边来 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我们也成立说创业家的副照 让鼓励这些创业家能够来台北 第二个第三个部分我们也跟解面市跟友好城市 所谓新创的城市伙伴 内容这样的概念 包括今天的活动 整个国际的活动等等都是目的性 就是希望说把台北市形塑一个所谓的 新创的一个友好城市 让创业家能够在台北市来投资 那台北市充满一个活力跟创业的城市 希望说我们每个创业家能够在这边找到他的机会 来发展这样新创产业 出席的日韩产业组织代表也期望 未来彼此间能深化合作 共同创造未来 现场也邀请来自印尼及美国等多国民生消费领域的科技独角兽来台 透过论坛模式分享他们的独到市场见解及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 为台北新创生态注入性的动力与灵感 协助推动台北市产业升级 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天使新家族基金会 在文山区的服务基地主爱劳落成了 延整许多服务 包括成人爱奇儿日间服务 更全面性的支持爱奇儿家庭成员 传递关怀与希望 位于文山区的主爱楼 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服务延展的地方 九月落成提供成年爱奇儿日间服务 中心规划学习教室 健身室音乐律动室与多功能空间等 依据爱奇儿的需求 设计丰富多元的训练与活动课程 同时让爱奇儿家长们 在照顾压力上得到喘息 利用这个爱奇主爱楼 我们再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服务 政府务 我觉得根本就是政府该做的 但是政府能力还没有顾到 我们愿意 我田使新基金会 这样那个爱心 再多走一步 做一个好的范例 让很多同样给我们有爱心的人 关心这社会上 这样的一个族群的人 他们也愿意反照我们来做 在政府的帮助之下 来做好这件事 我想应该这是我们政府 外前面盖走的时候 一步盖走的路 我是曾经 曾经是一个 要带着两个孩子去自杀的爸妈 但好像 那个门关了 那个当下 但因着那个爱开了一扇门 上帝就是爱 翻转我的眼光 去看到 这些孩子的价值 以至于那个重生的力量 我们还发现了 这个楼地板呢 大家应该有发现 这个楼层 它其实是长条形的 然后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这栋房子本身并没有水平 它左右两侧居然是有落差的 所以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困难 再加上因为这是一个要迎接成年爱奇尔的机构 所以我们必须当时跟建筑师的讨论 觉得这个房子好像不堪在里面挖电梯 所以我们就坐了电梯的外挂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全新的电梯 在整个整修的过程当中 那个困难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是2021年开始 大家都知道疫情 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停留这么久 所以缺工缺料缺 缺太多缺太多 然后这些染病的工人不能进场 所以很多时候三级警戒 这些的延长就使得这个成本不断的增加 我跟赵辰第一次经历到 原来经营的基金会 充满了各种挑战的困难 经历到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压力 我们起初估算的费用 跟后来实际的费用相差之大 可是这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身心障碍儿与家庭经历 无数成长养育过程的困难与挑战 22年来不间断关怀爱奇恶的 天使心家族基金会 结合市府邻里社区推动日间照顾服务 共同打造有爱的友善社区 我代表我们选区的选民 谢谢天使心 谢谢所有知识天使心的伙伴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光这个礼顺心礼 我们俏费专专长 还有我们跟李宁在道歉 光顺心礼具有多少身心障碍的家庭 大家知道吗 光这个礼有三百多的身心障碍家庭 这个中顺礼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温散区有多少知道吗 一万两千多个身心障碍 我看了这个数字 一万两千多 所以真的要收的庄稼 说哇 可是要做工的人 还有我们相对应的资源 真的是很少的人 我自己是一个爸爸 我有很多孩子 所以真的我能够体会 那个爱孩子的心 对你 还有这样子的帮忙 真的是对这样子非常重要的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就是说上帝 为你关上圣门 必定会为你开始深床 我们天使心家族 就是那一道窗外的光啊 今天主爱国的过程 就是支持这一道 我们爱其儿子家庭 所期盼 所渴望的那一道光 所以今天抱持着非常荣幸 也非常骄傲的心情 来参与今天的 我们的做程跟节目 那刚才一座有提示 说我们目前大楼 还遇到一些 行政程序上的问题 这个我们代表市长 来承诺我们的领导市长 我们会竭尽全力 尽速来协助 其实有很多感触 我自己在想说 是什么 就是我坐在这边 我每一次我都是 就是 也回到卫生子好不好 那我也真的很感动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以后未来可以照顾更多的 我知道今天董事们 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讨论 但是告诉大家 应该都是赢论的而解的 大家可以不要担心 那我也觉得 很多的祝福 消给爸爸妈妈 我觉得我们的陪伴的过程 真的会很辛苦 可是 我觉得 有时候 或许 这也是对我们而言 都是另外一番的挑战 可是 我们一点地 都是一个 力量如何 我觉得我们就是 勇敢坚强 而我们的爱 绝对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其实我蛮高兴的 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参加我们天使心基金会 这个主爱楼的成立 那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在地的附近 所以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里内和我们周边 我们在家庭上面有需要的这些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照护 所以其实天使心要在我们这个这边要成立的时候 他们也来拜访过我 那我们也都在社区里面把我们有需要的一些家庭的孩子们 我们也都介绍他们过来看看这个环境 也跟他们有接下过 希望的用意是说 这些孩子们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家庭里面也可以比较可以松一口气 天使心为庆祝主爱楼落成 11月30号在台北中山堂举办 我的夏秋冬春岁末慈善音乐会 通过音乐与故事呈现爱奇俄家庭的四季历程 邀请民众用行动支持力挺爱奇俄家庭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再来是破案消息 台美韩日马联手侦破了加州红酒掩护孕毒案 刑事局根据现报查获了46公斤多的安非他命及44公斤多的骨科剑 并逮捕郑姓主席人及成员共13人 刑事局专案小组特别到美国洛杉矶与美方进行政务交接 将装有液态安非他命的24瓶红酒带回国 这起跨国运毒案起因是韩国警方在侦办一起毒品案时 发现毒品来自美国运毒车手却是台湾人 刑事局国际刑警科接获献报后立即组成跨国专案小组执行日弱行动 在台美日韩及马来西亚五国执法单位共同合作下 共查获46公斤多的甲基安非他命与44公斤多的骨科剑 这个案件本来是从韩国警方提供我们的情报 那这个情报呢我们经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那知道呢这个毒品呢只能是我们国内啊 把这个人品群团企图从货战机啊 以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包装当载体啊 然后把这个毒品运送出来 那同时最主要是把这个毒品运到日本跟韩国 那在美国境内呢我们就查过了甲基安非他命 有37.76公斤 那我们在向上溯源就查了3.6公斤 然后呢把这个毒品的过云跟过云呢也查过 那同时我们后续啊在往下游追查 到了马来西亚呢也查过了44.9公斤的这个骨科剑 那全案呢是经过我们驻若单机啊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呢来接洽 那顺利的在今年8月啊 我们陈权他官啊带我们本去族人啊 到这个 美国啊那完成这个司法付出的这个取证 在美国制法单位配合 将带性车手等人驱逐出境后 刑事局方面发动六波具体行动 将有黑棒背景的正姓主贤 及相关成员共13人陆续逮捕到案 警方进一步说明这个跨国运毒集团的运作模式 这个集团呢是由在台湾的有太阳汇配型的一个正姓主贤 他在国内招募所有的运毒的车手 那他招募车手以后他的派遣的模式就是说 就看到美国地区去取得这个安菲他命 那这个安菲他命它是 的 运输的手法 手术的手法非常特别 就是说 将晶体的安菲他命融于水 就如同现在要政务整业 融于水以后 因为美国加州是一个红 葡萄酒盛产的一个地区 那如果说光光客如果用这个红酒来这个影笔里面 这个液体的毒品 是非常的难以查契道案 因为在X光的成像里面 不及那个专业人员细部的去分析化 是看不出这个里面的材料 然后他们再用气泡紙袋 然后把这个葡萄酒包起来 那最后这些毒品就是他们怎么还原呢 这是非常简单 他只要在像现在太阳这种地方下 他就会还原成绩 全案已经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 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移送 经法院裁定基押获准 必有假官侦查终结进行起诉 刑事局方面发现 黑帮常以赚取高报酬 享受免费机票时速 还可以顺道到国外旅游等诱因 吸引20多岁男女担任跨境运毒车手 呼吁年轻人不要为了贪图小力加入 因为涉嫌运毒 可能被处于死刑无期徒刑 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一旦染上后悔莫及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道 涉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处 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魏咒甲车牌近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 南港分局原警取缔违规停车时 发现魏咒车牌 车主导案说明时指出 因为超速违规遭到掉扣车牌六个月 因此上网购买魏咒车牌来悬挂 原警仔细查看这辆车的前后车牌 发现拆资及印刷都跟正常车牌不一样 原来南港分局原警日前 在军人公募周边取缔红线微停车辆时 发现这辆车无法查出车籍资料 车牌更有未造痕迹 于是先查扣车牌并将车辆一致保管 随后通知车主导案说明 车主坦诚因为超速被掉扣车牌 为了人继续开车上路 就上网购买魏咒车牌 没想到才挂一天就遭查获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原警 日前于军人公募周边取缔红线微停 发现一致小客车车号查无资料 精简式车牌细数未造 商场自单举发 并一致保管车辆及查扣相关证据 后通知车主导案说明 提升车牌因违规遭掉扣 才上网买卫照车牌悬挂 起料才刚挂第一天就被查获 警方已经将车主 依违反刑法特种文书罪 函送市民地检署偵办 另外针对网路贩售 卫照车牌部分将持续溯源查契 南港分局方面提醒 车牌属于特种文书 私下制作贩售及购买使用上路 都属于违法行为 最高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方将加强查契取缔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未来呼吁民众对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重视 台北市政府自杀防治中心 举办2024世界自杀防治日 直播记者会活动 由市长蒋万安 与HBL明星球员们对谈 鼓励青少年们 要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维持好心情 提高自信心 无所畏惧 敬畏有名 台北市政府自杀防治中心 借由9月10号的世界自杀防治日 邀请HBL明星球员 和市长蒋万安一起直播 除了提供民众自杀防治的咨询管道 也分享如何疏解压力的方法 以及呢 我们都会遇到失败 遇到挫折 但失败为成功之母 从中修正问题的错误 我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在刚刚比赛里面 每当我能阻挡对手的攻势 或是帮助队友的分 我都觉得自己很帅 除了打球可以让我很放松 很舒压之外 他也可以让我更有自信心 然后除了打球 我也喜欢打电动 钓鱼 然后到大自然走走 这也都让我很放松 也就是每当我在场上 遇到挫折的时候 队友鼓励我 然后支持我 然后让我有重回信心 然后更有动力 我就是感到很舒压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这项运动 很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想要把我的目标去做完成 然后去尽力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当我每次就可能遇到挫折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很踢音乐 然后去球场动动 然后多让自己 多让自己在运动 在球场上自己熟悉的地方去活动 然后跟朋友情愫 很想的 好 这次拍片 我觉得我很轻松 因为我只是站在旁边当教练 球员们其实很辛苦 当然最重要 这是拍摄的过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是让我们的选手 他们在球场上面 拼战的精神到最后一刻 那特别是有一方 他们在落后 但是 我们 选手 他依然不放弃 面对困境 面对挑战 他们无所畏惧 而且会及时的寻求 队友协助 大家齐心协力 那最后 反败为胜 所以这是一个 用球赛 来做一个比喻 就是在 年轻朋友 日常的生活当中 不只球赛 在课业上面 在人际的相处 在社团上面等等 都会碰到很多的挫折 困难 但是永不放弃 而且 寻求朋友的协助 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面对 一起克服 我想这个是我们拍摄 这支影片最重要的目的 北市府表示 2023年 北市自杀死亡人数 虽然有下降 可是24岁以下 青少年族群 却有上升趋势 原因包括 人际 课业 疾病等 衛福部有统计去年 我们全台湾自杀人数 来到3800多位 那其中 青少年的自杀人数 也持续的攀升 这个 确实让我们非常的忧心 也更加的重视 青少年自杀的议题 那 刚刚影片大家也看到 对于青少年朋友 他们心理健康 常常不管是 科业上面 人际的关系 或者现在 网路发达 社群媒体之间 同财的互动 等等 确实造成年轻朋友 压力很大 所以 这个部分我们都再次的呼吁 所有 爸爸妈妈 身为家长也好 亲人也好 或是 朋友 多关注 身旁的青少年 当他心情郁闷 觉得孤单 焦虑 我们都应该更主动 积极的去关心 去倾听 去陪伴 及早的 求援 让专业的 心理资商的意见 能够进来 当然 也要跟青少年朋友讲 当自己觉得不开心 心情烦闷 等等的状况 也应该主动的 不管是找亲友 或你周遭的好友 死党 跟他们聊聊天 一起出去走走 都很好 那台北市 我们是第一个 成立府 及自杀防治中心的政府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 而且也很早 就进行跨局数 不只是卫生局 社会局 教育局 警察局等 全力的 来进行自杀防治的宣导 那另一方面 我们也在今年的二月 中正区 心理卫生中心 我们正式成立了 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 諮商门诊 就是让很多的 孩子 年轻朋友 当有需要 可以有 单一窗口 及时的 取得专业的咨询服务 所以在这边 我们很希望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够实际的行动 来成为青少年朋友 生命的守门人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 透过这样的记者会 以及等一下 跟这些年轻朋友的分享 能让更多的朋友 还有线上收看的朋友 更重视自杀防治这个议题 蒋万安与五位HBL明星球员 共同拍摄影片 希望青少年们透过规律运动的习惯 藉由运动增加血清素分泌 维持好心情 排解负面情绪 从而确立自我价值 提升身心健康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交易局举办禁师月活动 禁师奖励金由600元提高至2000元 并首次跨局处合作 提供十一住行预热 各项专属教师的优惠方案 为感谢教师们的辛苦付出与贡献 台北市交易局举办113年度禁师月活动 除了将禁师奖励金 从600元提高至2000元 还有多家企业推出教师优惠 涵盖十一住行娱乐各面向 期盼激励教师士气 并向平时无为不治照顾学生 劳苦功高的教师们表达谢意义 台北市办这个禁师月 最重要就是对老师过去一年的辛苦 我们结合厂家给老师一个优惠 那也希望老师能够除了教书以外 十一住行有空要出来多多吃个美食 娱乐一下买一些好的漂亮的衣服 那不管如何我想禁师月 我们结合这么多的商家 无非就是让老师们 得到一些优惠 当然最终还是得到一些外界的尊重 我想老师是很辛苦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禁师月 让外界对老师这个行业 不是只有说老师是教育师良性事业 而且是从发自内心的一个尊重 我想我们在一个职业上路 或者外界的尊重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呢 一共邀集了86家的这个厂商 提供在9月开始 提供给老师各式各样的优惠 那其中呢比较特别包含 这次呢 魏全龙提供我们呢 就是有一百张的免费的这个门票之外 提供我们老师这个半票的优惠 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也文化局也提供我们 这个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台北市立国乐团 这个购票的这个九折优惠 那其他我们在十一住行娱乐都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 我们放在这个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官方网站上 有个台北就爱的一个手册 那另外我们透过台北市的库克APP 老师就及时可以收到这些商家的优惠资讯 那除了这个商家的优惠之外呢 我们也魏老师在9月份办了相当多的系列活动 包含我们跟这个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有办理这个AI的论坛啊 然后办理这个老师的这个歌唱的活动啊 还有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在9月21号的 台北市的特殊优良教师的颁奖典礼 这个是我们今年有27位的特殊优良教师的颁奖 这是台北市老师的一个最高的荣誉 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些活动 让老师感受到台北市的对老师辛劳的一个感谢 以及尊重也让这个社会大众能够更看到老师的辛劳 然后对老师有更多的这个关怀与尊重 教育局今年度还表扬46名优良教师 其中包含语文与社会科学类8人 数学及自然科学类6人 艺术及艺能科学类6人 辅导与特殊教育类2人 技职教育类2人 学前教育类2人 老师类6人 以及学校行政类14人 其中有五位教师荣获教育部师夺奖殊荣 其实我一直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老师 因为教育这条路说实在很辛苦 尤其在现在的教育场域上面有更多的挑战 可是呢我也常常告诉我们的老师们 这样下来教育它变得更有意义 我自己本身是高中 然后一般的大学 后来在教育场域上面呢 投入技职之后才发现 原来在学习的路上 我发现这些技职还是很快乐 像我们以前呢 很多的共同科目 那我们技职科的孩子们 比较特殊的就是 他们有很多的专业实习科目 而他们会之所以那么快乐的学习 最主要是 那是他们有兴趣的事情 我想教育不是强制改变 而是不断的引导的历程 看见孩子的优点 给予舞台成就学生 这是我的教育理念 我记得在我的班级 有一位叫小元的孩子 他来的时候历经的上腹 还有拒学的状况 那于是我就跟他聊 发现呢他对于蝶杯非常有兴趣 再一个偶然的机会 请他在班上表演 以至于哇全班的同学都对蝶杯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让他能够在其中获得了成就感 并且逐渐融入班级 此后我以为他可以一路顺遂的到毕业 没想到他又沉迷了电玩 又开始不正常的生活 于是再一次的请他 对于minecraft这个电玩很有兴趣 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方块 正好我们数学交到了立体的图形 能够堆叠 让孩子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立体堆叠 认识这个立体的概念 于是我就请小圆能够 对班上透过这个游戏 解决一些数学的问题 那同学们就能够厘清这些数学的迷思 小圆再一次的能够获得了一个成就感 被同学们认同 之后呢 我就看到他常常不在位置上 本来我以为他是不是又躲起来 没有他就融入了同学 跟着同学下去打篮球 这是我在教育生涯上面 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教育真的不是强制改变 而是不断价值引导的历程 能够让一个孩子看见他自己的优势 展现他生命的光 这真的是我觉得最欣慰的事情 教育局希望借由提高近视奖励金 以及提供老师们专属优惠活动 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中 宠爱辛苦的老师们 并献上最诚挚的感谢与祝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耗资8亿多的机用田径厂改建工程一波三折 终于顺利举行拆除重建工程圣良典礼 象征全新的机用市立田径厂迈向完工的最后一礼路 一拜 再拜 传统祭式承心祝福 机用市立田径厂拆除重建工程 六日举行上良典礼 那么上良大典大吉大利 机用市长谢国良亲自手上金螺丝签名祝福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 教育处长等人都到场管理 我想基隆市尤其信义区的市民真的是委屈了 他在前市府发包后 后来又废标 在我上任前一周重新发包 后来又证明预算不足 必须重新设计 然后要追加预算 而且在委屈上任不久 大家应该记忆犹新 就有完全没有按照行政程序 来堆放弃土 已至体育场前任重要官员 被政风廉政单位移送侦办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办案的下落 所以我希望检调在这方面呢 能够尽快地来侦办 解案 能够还给基隆市民一个公道 市务市議会议长同志位 及多位市议员也出席商量典礼 亲自在梁柱上签名祝福 从市政一棒接一棒 如果好的规划市府议会合力来完成 施工如果遇到困难 大家一起努力来解决 让一切回归到专业 市民朋友等待这样的工程 体育场非常久 已经过了三年半 我想政治不能耽误生活 政治也不能影响运动 如果我们这个场地好 因为我们运动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竞技型的训练 然后比赛的空间 竞技型 一种是全民运动 我想我们基隆市难得 少有一个非常腹地这么大 然后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 训练空间的田径厂 我们就应该让他 刚刚谢市长在私底下跟我讲 就应该让他变成一个专业比赛场 市立田径厂工程 终于有重大进展 包括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 基隆好码协会理事长樊佩文等人 都亲自到场见证 只见大量在吊车的协助之下 缓缓升起 让在场来宾的心中相当感动 市长跟我都来了 然后我们教育处长也来了 然后我们议长也来了 一桌一堆都来了 表示所有基隆人 不管市府议员都非常关心整个体育场的进度 也关心基隆人的健康 这项工程将原有的环状看台拆除 并在看台下方 规划了多处篮球网球场空间 未来将进一步改善田径厂跑道 并取得国家级400公尺标准的田径场地认证 未来可以办理各项的正式大型比赛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全国渔民节的庆祝活动 今年在基隆市热闹登场 以鲜云满在朝想基隆为主题 在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 渔业界的年度盛事 渔民节热闹登场 睽違18年 一次到基隆举办 31位优秀及模范渔民上台接受表扬 感谢他们对于台湾渔业的奉献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渔民节 那所以全国各地的地区渔会 还有我们全国渔会 还有所有的这个模范渔民 优秀的 优良的渔民 还有我们在渔会的这些GEO的员工 还有GEO的承销商 那事实上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雀跃 期待今天的这个来临 这个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年一度的盛会 我们农业部跟渔业署 也都很高兴 能够一起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来庆祝渔民节的活动 庆祝大会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一开场由渔会加正班学员 利用光电技术大跳锁管舞 让台下观众享受到视觉听觉的饗宴 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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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领局处首长出席 议长同志委 及多位市议员都到场观里 对于获奖渔民表达祝福 基隆不仅重视渔业产业 也重视于海洋永续的发展 我们也推动各项的友善措施 也谢谢我们外木山张元堂先生 也以落实渔业永续发展 及推广渔业文化 也获选今年的模范移民 我们对渔业的努力跟投入 从现在开始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而且我们未来也将成立 我们自己的基隆渔产公司 更努力的推广渔业文化 以及渔业产业 感谢大家这一次的热情参与 基隆能够有大家来到我们 今天来走一走玩一玩 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基隆的渔港 在台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接下来 可以在这个 渔业相关的产业链里面有 不管是远洋 近海 养殖 都可以培养出更好的一个实力 我们现在面临更多的挑战 我们也希望 中央地方大家共同的来一起努力 希望发展让我们的渔民的生活 可以更好 最重要是让我们的城市 经济的发展 也可以更好 除了精彩 热闹的颁奖典礼之外 场外还有丰富的活动 像是灯火 渔船手作DIY 还有说故事活动 都让参加小朋友 对于台湾的渔业文化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那我了解了 臭豆上面是大的圆形 然后小卷 小卷上面是圆的 加小朋友来做这个 棒寿王渔业的手工艺DIY 然后也有搭配了 棒寿王就是小卷舞曲的 一些讲故事 对 那现场除了这些DIY 事件的活动之外 也搭配了我们各区会的家政 一些渔村妇女所做的一些作品 来做一个展示 一个小卷的故事 这个让小朋友呢 区分说小卷跟透抽 还有一些 比较难分辨的一些鱼种 那小朋友听了也都很开心 那我们顺便也跟小朋友提到 如何去抓小卷 小卷是用棒寿王把它捕获的 全国渔民节庆祝活动 晚间在基隆地标湖仔山 释放6分钟的高空烟火 基隆夜空瞬间点燃 烟火连发美不胜收 记者黄绍民基隆报导 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国民体育日 有基隆市政府与台湾体育总会 9月7号在外幕山举办了 盛大的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师的活动 来自21个县市的上万名参与者 共同欣赏基隆独特的山海美景 享受运动的乐趣 3 2 1 来自全国21个县市的上万名参与者 一起建走 欣赏基隆独特的山海美景 同时享受运动的乐趣 这次全国建走 有破4万人 有很多很多 我们来了200多台湾县市 早上基隆有70台的游泳车 从6点分在各区每个地方带 带了三趟 还有陆陆细细基隆很多市民来 我们今年的奖也特别多 有6台摩托车 80台脚踏车 还有大大小的奖 有将近本来是600个奖到800多个奖 希望全市市民 大家来运动 健康重大奖 就是鼓励大家来运动 还有机会把最大奖 机车骑回家 全国外人建走大会师 活络地方及周边县市的生机 市长谢国良 欢迎各县市的好朋友 来基隆游玩 我们非常高兴全国建走 可以在基隆举办 我们都要特别感谢郑锦州理事长 跟我们包括郭美秀议员 在内大家通力合作 那这一次因为花莲 没办法举办 我们移到基隆来 各地的朋友都跑过来 旅馆和餐厅生意都非常好 我们会继续努力 让基隆的产业更加的兴旺 各行各业都能够 因为这些运动活动 得到更多的效益 活络地方 也很感谢各单位 与团体的鼎力协助 山勇公園参加这活动 已经大概12、13年 对于社会公益的部分 是很赞成的 继续合作 赞助6台摩托车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这活动 我们往年也都很支持这个活动 所以今年也不例外 活动现场还设有多项 贴心的服务和精彩活动 我办得非常的好 而且消防局来这边 帮忙做这种宣导 做发奖品 然后做救护 我这个活动 被他这样一搞弄得好热闹 其实真的很棒 从万木山渝港广场出发 经过湖海路 沿着万木山滨海步道 至湖海湾后遮返 这个万人建筑活动真的很棒 可以让市民朋友们 一起来建筑 享受美好的阳光 健康又快乐 在万木山走这一段 风景很漂亮 而且对身心都有帮助 人这么多非常热闹 欢迎所有各县市的好朋友来基隆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棒 可以运动健康 很好很棒啊 抵达湖海湾后折返处 一定要拿摩彩卷及小礼物 教育处致力推广全民运动 促进国民健康 我们今年的全国万人建筑 遗失基隆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办 这一场全国性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早上 从海信用池出发 然后一直走到万木山沙滩 在折返点这边呢 还有摩彩卷 以及我们的纪念品可以领取 来自全国各地有上万人的民众参加 那很开心 基隆可以拜这一场大活动 让大家一起出来运动 就是鼓励大家来运动 同时也为城市观光带来了正面影响 所有的参与者 在健走中感受基隆的自然魅力 同时强健体魄 一起享受运动的乐趣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在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 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几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